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,是可耻的。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,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。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,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,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,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,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,应他香水是不会香的。 名声与尊贵,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。 有德自然香。原谅别人,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。 一遍回旋。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。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。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。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。 无药可救。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。 要编造实去谎话来弥补。 何苦呢?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。 无所事事。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 三十九点广洁众援。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。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。 便拥有了一切。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。 走势必然的。 所以你必须。 随缘不变。 不变随缘。 四十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。 你才能超越现实。 四十六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 你骗得了别人。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。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 四十八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。 我们在追求实魔。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。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。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。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。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 五十点感谢上方我所拥有的。 感谢上方我所没有的。 五十一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。 这个就是慈悲。 五十二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。 五十七点。 五十七点。 感谢观看